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天又有市民報稱 有同學在廣州失聯 懷疑遭到國安的行政拘留 其實這宗已經是近期的第三宗同類案件 之前的兩宗分別是英國駐港總領事館的前職員鄭文傑 以及在社運當中非常活躍的其手王婆婆 都是遭到大陸的行政拘留 但我們的特區政府似乎無動於衷 簡直是消極不作為 我們先說回這宗事件 該名懷疑被國安帶走 遭到行政拘留的學生 原來在香港大學就讀中醫學位 他當時為何會在廣州出現呢 原來他是要回到廣州的中醫院進行實習的工作 這名學生同時也是一個組織 叫做國難中醫的創辦人 國難中醫是搞什麼呢 原來他們在反送中運動當中 為示威者提供義務中醫治療 即是一個人道救援組織 這組織相信並不涉及到直接參與示威遊行集會 如果連這樣也要拘捕 就真是令人摸不著頭腦 是否參加這些和理非集會 甚至乎是提供人道救援 都是不行 一定要講得很清楚明白 到底因什麼事 而去行政拘留這名學生 但我們懷疑大的特區政府 就可以在這些事件中完全是消極不作為 而且好像沒有任何角色 這些行為真是抵鬧 保安局和入境處請問做了什麼 是不是知道有香港人在大陸遭到行政拘留呢 或者你中港之間到底有沒有一個互相通報的機制 大陸的公安也好 國安也好 當他們拘捕了香港人去進行行政拘留的時候 會否向你特區政府通報一聲呢 還是你是完全不知情呢 如果沒有這個通報機制的時候 你特區政府可否主動一些來爭取呢 搞這些通報不需要很繁複的工序 非常之簡單 他拘捕了人 至少告訴你 到底該名的市民在哪裡被捕 現時拘留在哪裡 將會扣留多少天 扣留他的原因是什麼 起碼你也要得知智 大家都起碼安心 不會像現在被消失那樣 完全不知去了哪裏 還有沒有人身自由呢 這是非常恐怖的 你特區政府可以做得到 這是你能力範圍以內 亦是你自治範圍以內的事情 你自己的市民去到別的國家不見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做一點點事呢 你就算不去營救 也不要叫你去救人 你那些窩囊肺 我們市民其實都是明白的 就算你有心也好 你也沒有這樣的能力來營救 但何況是你根本沒有這個心呢 那沒有心也算了 你可不可以爭取成立一個通報的機制 使得市民起碼得知智 不要那麼擔憂 不要那麼彷徨 要那些市民自己出來開記者會 敲鑼打鼓告訴別人 自己的同學在廣州被失聯 被失蹤 那你何苦呢 你特區政府有沒有面目的 一個月頭幾十萬的人工 自己的市民沒有人身自由 或者不知道被拘捕去哪裡 你也是沒有反應的 你特區政府有沒有人出來說過半句話 當然沒有了 這件事已經發酵了半天了 而且你還呼籲青年人 走去大灣區發展 理睬你也有味 原來那些人身自由是毫無保障的 哪有年輕人會這麼愚蠢 你真是聽你腦點下答才行 不要說年輕人的那些 做生意的那些都騙不到 否則怎麼會那些商家 全部走出來反對這個送中條例 就是不信任大陸的法制 如果大陸的法制是非常健全 非常可信 非常透明 怎麼會有些人懷疑被國安 被拘捕去行政拘留 特區政府是猛然不知的 是不是 至少做了那麼多的事情 你都不做一群法運 不知是施惠掃餐 做一點點事 幫忙 那些都是香港的同胞 你都不做 表達的關注 你都要 未見那些政府 都不是為自己人民服務 一美式擦鞋 所以別人美國國會委員會的報告 誰說錯你 那些特區政府搞什麼 那些高級官員 一美式柯如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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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事情你就要好去做 我又留意得到 在網路上 就有些人去批評這名中醫學生 他們怎麼說呢 就說既然你也是搞這些國難中醫的組織 那你何苦要回大陸送頭呢 我不同意這種說法 可能作出這些批評的人 也未必很理解得到 到底在香港就讀中醫學位 他到底是有什麼畢業的要求 其實本地就有三家大學 是開辦了這個中醫學的課程 分別就是香港大學 中文大學和浸會大學 每一個中醫學的學位都要就讀六年時間 其實跟西醫是一樣的年期 而根據中醫管理委員會的規例 每一個這些學生都需要去到中醫院 進行一定時間的實習 才可以考取到中醫牌 而這個實習同時也是畢業要求 故此他考不到這個牌 畢不了業自然就沒辦法去執業 內可香港並沒有一家的中醫院 於是就要回大陸實習 但是台灣的中醫院 香港又不承認 這就是缺陷之處 其實長遠來說 有兩個方向都需要爭取 第一 就是不僅要承認 設立在中國大陸裏頭的中醫院資格 而且就要承認非中國大陸的中醫院資格 否則的話 那些學生去報名就讀中醫學的學位的時候 他等同於鉗制了言論自由六年時間 因為他一旦知道 最後那年要回大陸實習了 那他就不敢說話 因為他一定只能夠選大陸的中醫院 台灣的你不讓他去 所以這方面又要爭取 要承認台灣的中醫院資格 或者外地如果有的 你就要承認他 使他可以選擇在大陸以外的地方進行實習 第二就是 會不會在香港設立一家的中醫院呢? 既然你都搞了這麼多年 這個就是中醫學位了 那麼多人畢業了 那麼多的中醫學生畢業了 你有沒有一個提供就業機會給他們 或者畢業之後就 U-Lum-U 你自己去找工作 或者去這些中醫診所掛單 那麼你特區政府就不負責任了 既然你開辦了這麼多中醫學的課程出來 你有這樣的供應 你就要有這樣的需求才行 沒有這樣的需求 你就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當時你老董執政的年代 還在說香港要設立這個中醫藥港 發展這個中醫藥的行業 最終到了哪裏呢? 20年過去 原來也是一個泡沫 在這裡吹水 當然很多東西都是吹水 數碼說原來是搞地產項目的 科學園又是 既然你有什麼科技設施 是搞了出來 有什麼科研的工作是搞了出來 只是在科學園旁邊建了很多低密度的豪宅 對不對? 你搞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一定要深思熟慮 不然你是水了很多人就讀 原來出來也沒有什麼就業機會 沒有什麼發展空間 那就是把屁吧 當然後來經過有些有心的網民 一番的唇舌來解釋以後 就成功說服了不少人 就開始同情和體諒這一名學生 起碼能夠理解到他的苦況和困境 原來他是需要回到大陸進行實習 才可以收筆大學的課程 他迫不得已 無論是要完成學業也好 或者是要實現成為中醫的夢想也好 都是值得被尊重和理解的 所以對於同路人 一定要以一個比較寬容的尺度來看 同樣地不單是中醫學生 其實這種寬容的態度 應該是要擴展到不同年齡層和階層的同路人 比如說在罷工的時間 很多人就出來批評 那些人又不捨得去罷工 繼而有些非常用心惡毒的所謂KOL 或者節目主持 就走出來煽動那些世代矛盾 或者世代仇恨 就開口埋口罵別人廢老或者廢中 這些完全是bullshit 大家千萬不要上當 不要中了這些分化的計謀 一定要用一個非常寬容的態度來對待 可能這些人背後都有苦衷 跟中醫學生一樣 剛剛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比如說他是家裡的家庭支柱 有家爺子要養的 那你怎樣要求得到他去罷工呢 假使沒有一個很嚴密和非常強大的工會 作為後盾來支援 和支持這些罷工行動的時候 他可能會丟職 他可能會失業 可能他又要交租 或者要供樓 或者很多財政開支 反正就不是三言兩語之間 是可以解釋得清楚明白的 所以這種寬容態度 是一定要對著每一個同路人都是這樣做 這樣才能夠團結起來 這樣的力量才夠強大 否則經常在互相分化指責 根本上就是有些人想從中作梗 在搞屎棍 盡量暗中配合止暴制亂的大旋律 盡快想把這場運動蓋覆蓋 大家必須提防和警惕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